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導 今天是9月27日 星期二 現在外面的氣溫是29度和多雲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趙雨 一間時間有部分陽光 最高的氣溫是大約32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冬至東北風 離岸的高地會吹強風 今天天氣真的很舒服 一來又不太濕 雖然有點熱 但整體上來說我都覺得比較乾爽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今天看看疫情的新聞 香港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回穩 昨天新增了4034宗確診 另外再多12名患者死亡 香港政府調整入境檢疫安排 由昨天起正式執行零加三 從外國和台灣抵港人士 無需再入住指定檢疫酒店 可以自行回家或自選酒店 作三天醫學監測 期間疫苗通行症會轉為皇馬 不得進入食肆等需要主動核茶的處所 另外有消息指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已經準備安排推出新功能 照顧者可以在自己手機內的安心出行 一併加入老幼傷殘的針卡 到時就可以一次過拿出來 這件事我都明白 因為對於部份七十至八十歲的長者 你叫他拿出針卡 其實有時候很無謂 因為他們本身手機都不懂用 就像我媽媽一樣 最後買了一部手機 其實這部手機都沒有用過 純粹只用來做安心出行 就算他懂得打電話 但他也不會用智能手機打電話 現在有人可以幫忙做這件事 即是可以由一個成年人或照顧者 幫忙出一張針卡 可以在很多流程上 都可以勉強到一個麻煩 特別是例如有時候在食肆那裏 有些長者可能處理這件事比較慢 令到有很多人在後面卡了 另外小朋友那裏 就不會有一個藉口 可以讓他經常拿著手機玩 其實這些 幫助老弱又傷殘的針卡 這個功能應該不複雜 應該早早就要拿出來 拖到現在 疫情都玩了那麼久 安心出行都搞了那麼久 才推出 其實就真的有點慢 下一則新聞 大埔街頭上演奪命教剪腳 MMA綜合格鬥大賽 香港媒社交網絡 在昨天晚上封傳一段影片 見到一男一女在街頭上拉扯 其間白衣女子使出凌空的奪命教剪腳 夾著男子的頭部 接著還將對方重摔在地上 雙方鬥得十分激烈 最終就是高手在民間 一名新穿紅衣的淡仔三哥姐姐 就上前奉勸出手難左 最終就令到打鬥平息 影片也引來網民的熱議 有不少人大讚白衣少女好功夫 但有網民認為 兩個人的打鬥實在太刻意太誇張 甚至乎是似拍戲 最終的高手就是淡仔三哥姐姐 據了解 影片拍攝的地點 就是在大埔安池路的淡仔三哥米線門口 有街坊曾經向淡仔三哥查詢 獲告知正在拍戲 並非發生打鬥 原來又是黑暗營銷手法 拍片 原來大家以為又是打鬥 然後淡仔三哥又等於省了不知多少萬 又可以賣了一個全香港的廣告 因為現在這宗新聞見到打鬥 而且打鬥之餘 打鬥之餘 打鬥招式很華麗 通常剪刀腳這些都比較少見 你還要是見到女的用到藍 淡仔三哥現在可能只花了幾萬元 叫人在門口拍片打鬥 然後現在就等於省了幾十萬的廣告費 上了各大報章的頭版 這些黑暗兵法 林作阿英都參考一下 下一單新聞 48歲的陳偉下嫁他的醫生男友 昨天9月26日 陳偉和他的醫生男友陳國強的註冊大日子 他們的婚禮在半島酒店舉行 不過就不是說邀請所有娛樂圈的親朋好友 獲邀的親友都只是約數十人 一對新人都希望簡簡單單開心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陳偉真的憑他的聲望邀請了很多人的話 你說要開到100位那些 我相信他絕對有這個號召力 陳偉繼日後公開了很多令人經驗的婚紗照 大喜日子 中五位哥上載了紅色嫁衣的照片 配上的金器也是別具美態 大家想像到龍鳳鴉 金手環 然後那些項鏈也是我想像不到那麼粗 另外除了一件紅色的比較傳統感覺 又會帶金著銀的一個婚紗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婚紗是白色的 傷了很多的水晶 那些婚紗是隨便一套婚紗 都說七位數 不過不奇怪 他們倆都是屬於有錢之人 當然就盡量做好一點 無謂搞得那麼寒酸 結婚這些 一世人有幾可 我記得很久很久之前 我都有拍過井仔娛樂新聞 是說一下關於陳偉求婚的一件事 都隔了很久的時間才結婚 可能都是受制於香港的疫情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都祝他們有一個愉快的未來 下一則新聞 保良局的嬰兒組被揭發 有些職員不恰當對待兒童 還要對待嬰兒事件 有職員涉嫌推跌六名幼童 事主已經被捕 並獲准保釋 在同樂居的事件未滿一年 本港的劉叔育嬰元 再爆出幼童受虐的醜聞 情況由如同樂居翻版2.0 消息指 社署在今個月進行例行檢查時 發現有不妥 並且翻查閉路電視 看到這名員工 粗暴對待最少六名幼童 所以已經報警處理 保良局回覆傳媒查詢時 證實了事件 其中一個仍然是試用期的幼兒工作員 涉嫌多次推倒一個兩歲的幼嬰 另外五位一至三歲的幼嬰 都作出粗魯的行為 包括在遠戰上推倒幼兒 據了解 這個33歲的前女員工已經被捕 案件交給港島總區的重案組去跟進 這些拘捕多些就最好 同樂居那裡 拘捕就差不多拘捕了整間公司的人 但判刑就好像沒有什麼類似新聞 希望這些新聞不要再有發生 就算有也好拘捕了 然後判判兩三年也不過份 下一單新聞 拘也哥離世 關於拘也哥是誰 如果知道的觀眾就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觀眾就不需要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話 我講這單新聞出來做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 拘也哥在我那個年代很出名 不過他就因為糖尿病 所以本身就已經截了肢 最後在昨天就傳出了 因為糖尿病的緣故 所以中年47歲的他 就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至於為什麼他會患上糖尿病呢 是因為他每天都要喝3L的超甜咖啡 所以就令到他患上了異形的糖尿病 其實這單新聞 你知道拘也哥是誰也好 不知道他是誰也好 其實我主要就是想用來去警示各位 喝東西就不要喝那麼甜 如果你是那些 每天都要喝一杯廢水 什麼叫做廢水呢 即是那些外面的珍珠奶茶 即是外面的咖啡 我奉勸大家少喝一點 雖然我分享一下我生活習慣 我每天做完神早新聞之後 買菜、買麵包等等 然後到我吃早餐的時候 我基本上都是一天一條咖啡 我通常都是舊街場的咖啡 但是我喝東西是有原則的 如果大家看過我差不多一年前去找K姐那條片 其實我喝奶茶和咖啡 我是永遠不下糖的 所以我自己就很少喝冬咖啡 再不是我也是要叫酒甜的 就算喝還喝也好 就記得要酒甜 因為糖分真的是一種毒藥 就在這裡提醒一下各位觀眾 其實每天一杯奶茶咖啡不是問題 但是你每天一杯有糖的奶茶咖啡 問題就很大 不過知道托也哥是誰的觀眾 都不要在下面留言 因為他的職業是相當之特殊 下一單新聞 的士排價就按年跌了60萬 十大車行的身家就縮水了13億 車行的負責人就表示非常痛苦非常痛心 全香港的的士就將會在今年的7月17日加價 距離現在就已經加了兩個月 按照坊間過往的經驗 一般車費上升 排費也會隨之然上升 不是排費 是排價才對 但是翻查資料 市區的士的排價仍然未見回升 近日徘徊在440萬的低位 按年跌了60萬 根據運輸署提供的的士排照資料 持有最多排照的車行仍然是泰家車行 有603個 按照9月的排價去計算 即是按年身家縮水了3億6千萬 持有的士排照排第三的中城車行 他們的創辦人鄭克和就表示 排價下跌一定會有影響 令到資產貶值 但是車行並非做短期買賣 最主要都是以收租為主 同樣都是屬於十大車行的城市汽車他們的負責人 就說 的士的排照升跌都是視乎供求 暫時就不樂觀 我自己一年都可能只乘搭一兩次的士 所以我對於的士這件事 還有我本身又沒有朋友做這些行業 所以就其實我就沒有 即是我不是那麼知道行程 我也沒有辦法分享到太多些什麼 好了下一單新聞 黑暴新聞 一名大專生管有爆炸品被捕 還押多個月後獲保釋 他涉嫌在還押期間 叫兩名探訪的中學同學 幫他刪除帳戶資料 三個人被控寸謀妨礙司法公證等等的罪名 經過審訊後 大專生和一名無業的舊同學聚成 另外一個舊同學脫罪 法官在昨天判刑的時候就說 被告的行為就試圖阻止警方的調查 但是就接納他們是沒有預謀去犯案的 最後就判了一個大專生要坐10個月 另外那個無業的舊同學就需要坐4個月 真的多得你不少了 去探監之餘就順便送自己入去坐牢 都不知道說什麼了 這些妨礙司法公證的事情 還有其實剷了的帳號資料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如果你個人本身已經在監獄的話 理論上警方拘捕了你 拘捕了你的時候 你手機電腦內所有的帳號 都已經是任體了 就算你剷了也好 雖然我沒有做過警察 我也不知道查案的流程 特別是這些牽涉到網絡電子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 我們這些普通正常人都知道 我都擔心你會剷我會backup的話 警方我都相信應該會有backup的情況之下 就算剷了也好應該也沒用 結果就送兩個朋友進來坐 那兩個朋友的家人 肯定丟心下 為何我兒子這麼愚蠢 為何我兒子會被人弄成這樣 我猜作為一個家長應該也會有這些心態 下一單新聞 有的士司機在雙黃線停泊後拒絕洗走 當警員打算發告票的時候 這的士突然開車令警員被拖行約10米 司機早前承認妨礙公務人員和危險駕駛罪 他被捕後就不知道原來警員被拖住 這案件在昨天在東區法院裁判的時候說 警員當時正在執行職務 被告就沒有理會並且加速而造成危險 所以就是必須要判處監禁式的刑罰 所以就判了被告入獄兩個月停牌一年和賠償警員八百元 八百元不知道有什麼意思 最重要的就是要判兩個月停牌一年的話 最起碼因為警員其實都沒有受太大的傷 甚至都好像沒有受傷 不過判兩個月又會不會少一些呢 停牌一年的話我就覺得還可以接受 下一則新聞 612基金涉嫌未註冊 陳日君等6個人不認罪 控方稱有成2億7千萬在這個戶口中 天主教榮休書姬陳日君 藝人何韻詩等6個人和612人道基金的支援相關人士 涉嫌未有在指定期間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社團的案件 在昨天在西九龍法院開審 控方的案情就說 612基金由組織至解散的兩年期間都未有註冊 另外基金在那段時間內 就有大概2億7千萬的款項傳入戶口 基金曾經贊助過民陣時候的音響設備費用 以及也贊助過台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以及新香港文化協會等組織 6名被告陳日君 吳靠儀 許寶強 何秀蘭 何韻詩 詩成威 首5名被告是基金信託人 第6名被告是基金秘書 6人都否認他們的傳票控罪 這宗案的其他詳情 其實大家這一年都肯定聽過 這宗案件仍然是審訊當中 控方將會開始傳召證人上庭作供 希望早點可以看到這宗新聞 其實612基金 第一我們會關注的事就是 那2.7億究竟警方可不可以充公呢 即是可不可以歸於政府的錢 因為關於充公的錢 其實稍後都有一宗新聞 就是同類型的新聞 另外就是 陳日君和何韻詩 這兩個人究竟需不需要入獄呢 因為陳日君入獄的話 其實就有很多國家的領事館 都有去聽這場的官司 大家都知道 英國、美國、德國、法國 現在很多國家都很不行 特別是英國 英國的卓慧詩 隨時被逼供 成為最短命的首相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外幣 都知道 英鎊是跌到傻 已經是整個國家 突然之間 不知蒸發了幾多 百億和千億 那我就在想 如果陳日君被人判了入獄的話 又會不會成為第二章 那些外國勢力 可以用來打的西方黎智英牌 就說 因為你們搞陳日君 所以我們就經濟制裁香港 和經濟制裁中國 何韻詩 當然我覺得 何韻詩 不會觸及到外交的風波 何韻詩能夠入獄的話 都等於令到大家 輸了一口惡氣出來 到時看看這宗法庭案件 搞成怎樣 不過肯定也有時間搞 我覺得 就算他由今天開始 每天都開庭去審都好 我覺得起碼都要一兩個月之後 才會有個結局告訴大家 下一單新聞 衛生署早前發現 有人透過新冠肺炎陽性結果申報系統 提交虛假資料 並且已經把這些個案交給警方跟進 警方經過調查後 在今年4月19日 拘捕了兩名分別是24和25歲的男女 兩人各自被控明知 而向衛生主任或獲授權人士提供任何在要項上的虛假資料罪 當中女方在上星期五、23日被判兩星期即時監禁 至於男子被加控多兩項罪名 妨礙依法執行公務公職人員罪 案件在昨天26日被判了12個月的感化令 警方表示歡迎兩宗案件的法庭裁決 相信裁決是會起到阻嚇性作用的 這些事件真的相當之好 因為有些人是故意上報自己假陽性 然後就可以拿到公司14日假期 而且恃著當時說公司不可以扣糧 不可以炒的時候 有些人就更加事無忌待 又或者有些人原本就想著辭職 現在申報自己陽性 就等於休息多吃多公司14日糧 然後那14日旁邊的時候 就周圍上網找工作 開開心心 我肯定有很多這樣的人 我自己聽過一下 好像這種狀況 警方拘捕人的話 之後就沒有人敢申報自己陽性 不過最好的結果就是 因為真的沒有人中招 所以真的沒有人需要申報自己陽性 就代表香港疫情已經結束了 唉 有時候說說說說都會覺得 有點唏噓了 因為我自己是很想香港是變好 因為香港好我才會變得好 香港不好的話 大家都能夠想像到 其實我這幾個月當然是一般的 不過我就心在香港 完全是沒有想過走 即使有朋友曾經跟我說 就是說 我深圳那裡有個單位 你上來的話 最多這樣 讓你上來免費住住 都沒有所謂的 我知道我的朋友對我很好 甚至他都跟我說 你上到國內的話 你就可以拍更多片給觀眾看 到時候又幫助到你的收視 但是我不知道是內藥 不願意踏出新環境 還是我真的很想留在香港 所以甚至乎 因為現在還沒通關 所以你說叫我回到內地那些 就算是有朋友提供一個地方 給我長住一段時間也好 我暫時都是遠距的 即是你說 除非讓我將來經濟能力再好些 和通關的時候 都可能不排除會上去國內 嘗試住一下一兩個月 去享受一下另類生活都不頂的 總之 我發現自從我拍了片 和因為拍片 認識和接觸更多的資料去學習的時候 我是更加喜歡中國 和更加知道共產黨在背後做了些什麼 是為大家好 雖然現在經常在網絡世界都看到 有很多人在那裸鬱 又在那裸黑 那些 不過就因為那些人 他們就不明白他們蠢 他們不願意接受現實 所以才變得這麼討厭香港 作為一個香港人 沒有人是希望香港衰的 希望香港早點就可以 在這場世界的金融災難當中 就可以成為獨善其身的一個地方 這個希望 雖然我自己並不看好 不小心又趕遠了 我們繼續看新聞 有個工程師 就在通訊軟件 Telegram 建立了工程知識分享的頻道 但是內容就是 教人製作炸藥和用行山棍 去改裝成為打狗棍 更加是教人製作地雷和氫氣炸彈 這個工程師聲稱只不過是工程交流 他早前承認了兩項線滑罪 案件在昨天繼續在區域法院判刑 站委法官劉以雲說 被告所用的頻道有超過2萬人訂閱人數更多 被告持續發出危害公眾安全的訊息 所以判被告入獄42個月 被告許志傑29歲 承認串謀煽惑他人有蓄意傷人 以及串謀煽惑他人製作炸藥的兩條罪 案件在2019年7月2日到2020年5月28日 在煽惑他人做很多事 以及叫人去破壞路障、破壞設施 令很多地方停水停電 以及破壞寬頻上網措施、破壞街燈 甚至乎干擾港鐵的正常服務 被拘捕、被判監相當好 以前也有很多人說眾籌 但現在關於眾籌的事件 完全消失了 等這群人坐完出來後 好好地反省自己 下一則新聞 在葵聰發生了火警 大約在今天凌晨2時 消防接獲多宗火警報告 指在光輝圍對面 近著美工業大廈旁邊的葵聰道行人天橋底起火 並且傳出爆炸聲 消防到場後就在這裡救 原來是一個電單車的露天亭8處 有多架電單車起火 派出煙霧隊和開喉灌救 大約要20分鐘後才把火救息 初步經過點算 有45架電單車和兩架單車被焚毀 消防正在調查起火原因 認為是有可疑 所以轉交給警方 列作為縱火案處理 下一則新聞 上水發生了火警 在今天 今天早上6時 在馬式路石湖新村 一間兩層高鐵皮屋突然起火 火勢十分慢烈 龍煙直衝半空 遠處也清晰可見 消防員接報到場 動用了兩條喉和兩隊煙霧隊去撲救 火警當中有7個人 在消防員的協助下疏散去到安全的地方 暫時未有接獲傷亡的報告 其實要用到兩條喉去救的話 大家可以想像到 其實場火都頗為大一下 下一則新聞 中籌平台 星火同盟的兩名疑犯潛逃 法庭就頒領充公7千萬的籌款 也是因為這宗新聞 所以我才會去在意 究竟612基金那裡 會不會那兩億七千萬 同樣都是被充公 幫忙去找一下核酸那條數 也叫做幫一下手 聲稱支援反送中示威者的 眾籌平台星火同盟 涉嫌洗黑錢 警方調查後發現 這個平台所得到的捐款 就與聲稱的用途不符 甚至是用來保險投資 清還私營卡數等等 警方已經向法庭申請 凍結戶口大約7千萬的港幣 如果拿7千萬去找自己的卡數 拿去給自己用 再不是的 你不說你不貪了7千萬 你只是7千萬拿去擺 做定期的顏色 都夠去養自己 聲火同盟這些 當時我記得猴子 好像也有說自己捐過錢 不知道之後 國安又會不會捉了猴子 因為之前有很多黃KOL 在19年的時候 明示自己有捐錢也好 暗示自己有捐錢也好 都是有去贊助這些 懷疑是洗黑錢的組織 身為良好市民的我 當然都會盡量去搜集證據 如果發現有些KOL 涉嫌牽涉洗黑錢的話 正如警方現在所說 建議即報 當然第一時間就要向警方警報 舉報 下一單新聞 昨天跟大家說過的跟進新聞 有兩輛的士 踩油 撞到油麻地的麻雀館前後門 現在最新一步的消息就是 懷疑與黑幫奪取利益有關 原來涉案的麻雀館早前改名經營 據悉 黑幫14K一直原本都是這間麻雀館的看場 但轉手後 有其他黑幫想著去掩子當中的看場服務 所以引發了江湖的紛爭 警方把案件列作為刑事毀壞案處理 原本由尖沙咀的刑事調查隊跟進 但後來由於相信和黑幫爭奪利益有關 所以轉交給反黑組接手調查 下一單新聞 在紅磡灣中心單位起火 男住客吸入龍煙需要送院 在紅磡發生住宅火警事件 昨天晚上11點的時候 在紅磡灣中心的喜寶大廈一個單位 起火無煙 消防接報港底現場 動用一條喉及一隊煙霧隊灌救 將火救息 起火單位一名姓蘇的69歲男住客 因為吸入龍煙不息 需要送到伊利莎八醫院救治 至於少量住客需要自行疏散去到安全地方 據了解 攝氏單位是電視機華爾短路起火 初步相信是無可疑的 下一單新聞 跟進新聞 在上星期5.23日早上6點 在八鄉發生了嚴重車禍 70歲的蘇魯翁騎著單車 沿著錦田公路往八鄉方向行駛時 被一架貨車撞倒 最後八伯在昨天下午2點56分 終告不治 當時兆氏的貨車司機不顧而去 最後警方都在當天中午12點 就在屯門區拘捕了人 現在這個貨車司機肯定怕到震 因為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這條罪都挺重的 如果真的發現司機有一丁點不對的話 他準備洗好屁股也可以 下一單新聞 西九龍反黑組就在深水埗掃倒 7名人士被捕 並且違反防疫政策被票控 又是委委五千 之後刑事再搞 在昨天早上午7點16分 在荔枝角度348號唐柳屋禪 一個面積大約30厘米的石屎剝落 地上圍下一堆碎片 幸好沒有擊中圖人 警方接報到場後發現禪峰連鋼筋都露出來了 懷疑與日九失修有關 封鎖了現場的一段行人路 避免再有碎屎剝落危及圖人 幸好這些碎屎 因為30厘米乘30厘米 是絕對有機會搏死人的 幸好當時沒有人經過 如果不是 又是那些跌跌跌跌跌跌跌 然後又成為一宗大新聞 又是搞到香港亂七八糟 如果真的搏死人的話 這個又會成為頭版 又是很多大家不願意 不希望見到的新聞 好了 今天最後一宗新聞 今天比起前幾天就短了一點 其實是因為不知為何前幾天特別多新聞 所以那幾天的神早新聞都變得特別長 好了 在昨天的早上九點 一名女子回到火炭的 咬貝灣街的30號工廠大廈開工的時候 發現了寫字樓被人回賭櫃 甲慢亦被喬開 並且入面的現金亦被偷去 於是便報警 警方到場回看閉路電視後 追查刹人的整個犯案過程 經過點算後便損失了兩萬八千元的現金 現在經濟不好 很多這些爆洩的事情都會出現 所以整天都是強調財不可以露眼 就算你說你禁錢 即是可能你家裏有什麼事 突然需要大量現金 我覺得可能分開幾次禁錢會好些 這個是保安全 否則你被人一聲搶走了 都不知道怎麼辦 好了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待會再見 好 是這樣 拜拜